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 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 从未向冲突方提供武器 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 甚至民用无人机出口 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 中俄企业正常交往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不应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影响 当前包括欧美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都在同俄罗斯开展贸易 我们敦促欧方不要搞双重标准 停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列明中国企业 对中方抹黑推责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